嗨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回到这一期维多的频道 今天呢 看 我是在用这个佳能的GTX2的录像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然后这个是我的环形灯 这个呢 是我平时不太用的一套装备 但是在我买完了这个新的相机以后呢 就是发现用它可以很好的展现比较大的场景 所以如果你有的时候看到我的眼睛是没有在看你的眼睛 而是稍微有点往上看 就是因为我在看我自己 那我今天呢 泡了一杯还有点烫的这个玫瑰花茶 我们就边聊天边来讲讲这个亲密关系 因为之前收到的一些信息说 你们都想多听一听关于亲密关系 怎么样在恋爱中变得幸福滋润 那除此以外呢 还想和你们汇报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在喜马拉雅上面 正在逐渐的把所有B站的内容都用视频的方式同步过去 但是在喜马拉雅上你可以把它们当做普通的音频来听 也可以当做视频来看 你可以随便点 你可以在出现音频的那个界面会点击一个按钮 写的是播放该声音的视频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或者是只听声音 因为我的很多节目呢 是可以当做播客来听的 当然了如果你想想的时候看到这张明媚的笑脸 那你也You know what to do 那最好消息就是之前的我呢 一直是没有时间 然后也比较懒的去把它一个一个搬运过去 终于我就鼓足了勇气在维多之家里面找志愿者 然后在几分钟之内就找到了一个来自深圳的志愿者 所以以后呢就有千千帮我们来把一个一个视频辛苦的搬运过来 大家就在喜马拉雅上搜索维多的好习惯就可以看到这一切啦 好 那说完这个好消息 我就来说一说为什么想和大家分享亲密关系这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对我很重要 我前两天呢去北京的桃燃亭公园 湖上有小船 有一个一家三口在划船 那个小朋友还很小 但是他把妈妈看上去是很快乐的样子 所以在那个小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觉察到了一种幸福 自在的氛围 而小朋友呢就可以很平和的很舒服的在这种小环境里面长大 在我的脑海里是有一幅画面的 当我想到要去做亲密关系的视频的时候 我脑海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家庭 爸爸和妈妈都是面带笑脸的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个小朋友就想想他很小的时候就很呆又很萌 但是他一头一头呢就是一个笑脸 然后嗯 嗯 嗯 他就在观察人和人之间这种有爱的互动 那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小孩怎么可能会有社会恐惧症呢 怎么可能会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呢 所以这个想法是我为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下一代的人 就是如果以后你要成立自己的小家了 那么提前的给你的孩子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 然后我们就会一代比一代强 一代比一代变得更加幸福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愿景 谢谢从我面前飘过去的那一家子人 嗯 有点热 我现在把 空调调一下 嗯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一讲话 就是有点激动 然后就有点热 然后我今天这个腮红打的 嗯 看看 他就是我这里也打了一点 所以看上去就有点像是晒伤了一样 就是那种很欧美的妆 然后今天戴的还是上一期视频的项链 你们有问我一些视频分享 这个就是史华洛世奇的一个 嗯 两三四五年前买的一个项链 它就是很百搭 只要戴一个就够了 因为一个顶好几个 然后这个耳环呢是在阿吉豆买的 应该也就是几十块钱 这个衬衫呢是一个国内的类似于外贸淘宝店 然后它是仿的ZARA的款 就是一个明黄色的衬衫 这个也只要几十块钱 大家说很宽大的款式 就是我觉得很 然后呢我在后面绑了一个这个 丝的大长圈 是这种米色的 就感觉很 然后戴了一个这个银色的表 就显得很 这里请大家自行输入形容词 然后还有这个米色的裤子 就是整个人才能很洒脱 讲到这我突然又想跑个题 就是我想请你们猜一猜我唱的是什么歌 但是我不会唱出来 我把它哼哼出来 然后你们在上面猜歌名 准备好了吗 ok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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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自然的样子 就像一个小男孩一样 就是我们俩既是爱人又是朋友但是又很像是彼此的父母就是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吧 那他也有很想要被人照顾的时候他也有很迷迷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嗯就是跑到我怀里然后我就这样搂他他很少会这样但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啊我也很被人需要就是我也可以做一个港湾一个大山给别人这样的依靠 然后大多数的时候可能都是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然后靠在他的肚皮上然后我就会把头我就会把脸埋在他的肚子上然后我就会就是吹气然后从我的眼睛的这个和他肚皮的缝隙里面就会出气就会有放屁的声音 然后他很讨厌我做这个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好玩可能是因为在我的成长中没有一个嗯长期的父亲的角色所以有的时候我对小明我觉得会有一些想要被他照顾想要被他宠爱和保护的那种小女孩的感觉就会做一些这种很幼稚的好像是智商在退化的行为 嗯anyways 然后我的成长经历是我见过的或者我身边家里的女性在婚姻里面都是比较强势的 就这么一想好像还真的是没有那种比较弱势的女性 就是我知道的他们没有说是嗯在家里被家暴或者没有经济能力 他们都是比较强势的然后会对他们的劳工呃就是移植气势的嗯所以我看到的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常常就是一个很很消极的很被动的很 嗯就是封闭的爸爸以及一个很上火暴躁的妈妈啊我这里就用消极这个词了它不是说就是负面那个消极而是说这个人就是什么都不想做OK就是冷漠封闭啊那就是说封闭的爸爸和暴躁的妈妈 但是在我的理想世界里面在我的家庭里我是想营造的是勤劳的爸爸和一个温柔的妈妈 所以我就在想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让男人本来就有的那种男子和想要承担的意愿被抹杀掉了 然后又是什么让本来是身上有很多温柔的包容的力量的女性变成了一个逼自己要变的阳刚要撑得起这个家的这种尖锐的力量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通过我的观察呢我就发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一般的女性呢会对她老公做的事情指手画脚 鸡蛋里面要挑个骨头就是怎么做她都做的不是很好她都要受到批评或者当这个老公确实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反而没有任何的积极反馈 我不知道你的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平衡就是在我见过的很多小家都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男人呢就感觉是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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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后算了我累了我不想再这样了干脆就啥也不做吧 就有一种放弃了自暴自弃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呢女人就会很更来活了因为她就需要做所有的事情 她反而会去怪这个男的你为什么这么懒什么都不做 而这个男的就会说那我什么时候做的事情能得到过你的肯定吗 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视频的标题给一个小红花的含义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总是挑剔别人做事不够好 不是因为是他这个人就是坏的 而是因为他看谁他都是在挑剔 他对自己其实是最挑剔是那个下手最狠的 所以他自己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 但是因为家人离得最近他就会把这种攻击性释放给离他最近 他就会把这种攻击性释放给那个离他最近的人 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觉得家人嘛反正也跑不掉 你也不可能抛弃我 所以我有什么怨气都撒在家里面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在外面受的委屈我都要撒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样的关系慢慢就变得很有毒了 就像小明他是要出去上班的 然后我是在家里上班 我就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 就是他因为从家里到这公司这一顿是需要通勤的 所以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在这个路上骑着电动车就是吹吹风 可能很多的思绪就被吹跑了 但回到家里就是另外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很少会有那种就是回到家以后 还有上班的那个上班器 而我的话呢 因为我工作和生活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没有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 让我能够把脑子里面的东西卸下来 而有的时候他回家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不对的 就不是特别特别好 然后他就有时候会明显的感觉到 他就会问我 然后我就会意识到 今天小明你回家喝一早了 我还没有从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然后如果说 我没有及时调整 有的时候我就经常容易误伤到他 可能我有时候正陷在那种自我批评里面 然后我就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不想让他跟我讲话 那这个时候他突然非要就是插手做我正在干的事情 我就很烦 我就会上一边去 然后他就会有一点受到攻击的 那个小可怜的样子 然后我就事后呢 又会觉得 哎呀 当时确实是我不好 然后我就去会跟他道歉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以为是我的情绪管理出现了问题 但是今天的我在跟你们说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是当时的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工作和生活时间的界限 所以我就 把他完全的 直接 就是给到了小明身上 把那种有毒的感觉又散发到了他身上 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我不好 但是呢 我也有一点做的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颁给他小后话 这一期呢 你们可能觉得 就是怎么讲的 好像所有的点都是这儿也是 那儿也是 就是因为我自己呢 什么都想讲 所以这一期可能又要超时长了 你们也不要 就是把它当做只是这个标题 就每一次我的视频 可能都会把我最近想到的 都一股脑的告诉你们 然后你们能接受就接受 接受不了的话 就慢慢的接受 慢慢的看就好了 嗯 喝喝水 这个玫瑰呢 是我在新疆的 一个淘宝店买的 那我们看这个玫瑰花 就是超级超级紫 超级超级好看的 那这一杯泡出来 就是这种稍微有一点黄黄的 它喝玫瑰花呢 是梳干礼器的 之前呢 就是我邀请了一个心理咨询师 叫小雅 她也在深圳 那我问她 在做心理咨询师里的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她就说了四个字 就是职业上的委屈 职业委屈 然后我听了这个以后 我就也给她买了一包这个 就是让她下午的时候 喝花茶 就是离离干气 你光是 我为什么要拿这种杯型泡 就是这个你看 如果加了一个这个把手 那它就是一个红酒杯了 像这种聚拢型的杯口呢 你喝的时候 它的花的味道都拢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就可以边喝边闻到花香 如果是那种口太长的杯子 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我和小明在互动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注意一个循环 我们永远是一个互相给肯定 互相让对方觉得很受需要的这样一个循环 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小明她用了一种特别的清洁剂 很用心的把厨房和卫生间都打扫完了 就是刮得很干净 然后把那个我有一个不锈钢的锅 因为她用了很久 那个锅底就会有很黑 很顽固的那种字粘在上面 导致本来是那种亮光的不锈钢锅 看起来是黑的 所以她就用那个就刷刷刷刷自己呛的不行 然后最后都刷干净了 我好久没有看到那个锅的锅壁是光滑的了 然后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说晚上我就给你做一个按摩吧 然后再给她按一按 其实她做完那些事情以后 她是很希望得到我的肯定的 所以她就做完以后 我当时在这个房间 她在厨房 然后她就说 Baby are you coming? 因为她就特别想让我去 你知道吗 但是我当时好像在干什么 我就不是很想去 但是我一想 我一定要给她这个肯定 不然的话她以后干活了 可能就没有这么积极了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看真的很干净 我就夸了她一通 然后给她一个报告 还是亲了什么的 像这样 就是有流动的循环 就是你的老公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干一些家务啊 或者是给你一些惊喜啊 让你觉得受宠爱的事情 那如果你越是给她肯定 你们之间的这个流动就会越好 就比如说以前小明的公司 会发一些东西 好巧不巧 刚好就是我之前想着说我要去买的 然后人家刚好就发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会说 哎呀你可真是 其实我就会有一些 比较夸张的彩虹屁 让她知道 我很受用 你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包括我每次出差 或者是回家旅行的时候都要打包 然后她都会帮我把行李收拾好 然后我们就在这种环节下面就建立起了一些默契 一些亲密 就是我很喜欢她帮我收拾行李 有时候我就会跟她说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out you 然后她说 Probably nothing 就是我很 you know 肉麻的事情 然后我想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 就是在我的手机里 我现在突然想干一件事情 这个手机呢是用了到现在有一年多了 OK 然后我要干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看一看这一年多以来 我和小明之间 到底发了多少条带有Thank的短信 OK 所以我刚看了一下 这一年里面我们发了227条带有Thank的短信 也就是说可能不到一天 或者不到两天就会发一次Thank you 然后我们在日常的交流里面 也会经常说谢谢 基本上我们每天睡觉之前 最后一句话就是说Good night Sleep tight 然后还有最多的就是Thank you 然后她有的时候会突然爬到我身上 然后就说Oh baby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me 所以我有时候就跟她说我觉得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因为恋爱经历过了那个肉欲的期间以后 真正持续接下来这么几十年的真的是友谊 然后这种友谊在有了孩子以后又会变成一种更加坚固的亲情 然后这种感觉呢就是我完全接纳她现在的样子 然后她也完全接纳我现在的样子 而我为这段关系做出的任何一些好的举动一些付出 她都看在眼里 她就让我感觉到我是被认可的 被肯定的 被Appreciated 就是被 就是心领了的 被感谢的 被感激的 被需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在一段关系里 任何 成功的 我觉得秘诀算是之一吧 然后包括每一次在我们练琴初级的时候 当时我是一个安全感没有现在这么强的人 录到一半我相机没有电了 所以我现在就用这个手机来录 然后这个手机呢 是不是看上去就会 更加真实一点 好像更加美丽了 OK 所以她就会很多时候都哄我 然后照顾我情绪上面的一些不稳定啊 包括她把我从一个不愿意倾诉自己 慢慢变成了一个 就是也认识到有人愿意听我讲话 愿意陪我解决问题的这样的心态 然后我每一次都会跟她讲 谢谢你帮我做这些事情 就可能中国的家庭是不太说谢谢 以至于对方甚至感觉不到你的感激 但是因为和她刚好差了一个这个语言 所以说thank you就非常非常的容易 也让我养成了这个习惯 就算现在是用中文我也会说感谢了 所以这一期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吧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有来有回的 你越是任何她做的某件事情 她就越会想要为这段关系付出更多 而当她付出更多爱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女生就会觉得很被照顾 就在我看来啊 男人是更需要成就感的 更需要人认可 就有的时候他虽然是你的老公 但是你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未来的小英雄 把他当成是你的小孩来对待 然后就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一方面我是感觉我自己更伟大了起来 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 我真的觉得我的男人在我的带领下 不是带领 在我的关注之下 在我的培养之下 变得更加的是个男人了 然后我就也更爱她了 然后我认为女人呢 更需要的其实是被呵护 被关怀 被拥抱 我反正是这样的 所以她越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她就越会给我这种 保护伞的感觉 然后我在这段感情里面就会越 觉得自在 越愿意去付出 因为我的情感的这棵树 从来都不是干涸的 我的情感之景 是被滋润着的 然后她作为一个男人 就好像是一把火一样 她的那种成就 她的那种自信的感觉 在和我的交流里面 一次一次的被确定 就是我的老婆认为 我是一个很能干的男人 所以加上她在事业上面 如果做的也很好 然后她回到家呢 也很好 就这个人 她是不可能发展到一个 歪门邪道上的 但很多时候就是男人在 社会上面 就是工作 就本来压力就比较大 可能就有很多人去质疑 她的能力和一些决定 等到回到家的时候 如果还有一个 对她调三减四 喝七喝八的人 就是没有一个角落 可以让她能够容身 这种感觉就很令人窒息 然后因为我是看多了 那种令人窒息的家庭 包括电影里面的 那些女人的形象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是另外一种 温柔的支持的那种 关注给认可 去培养我的男人的那种女人 就是做那种成功的男人 背后的那种支持她的女人 对 然后我相信带着这种心态呢 我也可以把我们未来的小孩 培养成一种很有自信的 也有很有成就感 在家里面是很幸福的感觉 有的时候 你就看一些电影 或者是真实的家庭 有些男人会出轨 不是因为他想要肉体上面的那种快乐 就是因为他在家里面 或者在视野里面都没有个人的存在感 没有成就感 觉得自己既不被需要 也不被认可 也不被接纳 你在这个家里 你怎么可能 是觉得自己不像个有动的人呢 就为了填补这种空虚 你会发现有些男人出轨 是和一个 景仰他的女人在一起的 这算是一个刚出社会的 小女孩他就看到你的老公 就会觉得你好厉害什么的 然后男人就是很喜欢 就是很向往那种眼神 所以如果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这样看你老公的 他确实身上有一些特质 是让你这样要养 这头看他觉得 老公你好棒 为你加油什么的 那现在为什么要变化呢 如果说真的是和当初不一样了 那又为什么现在还要在一起呢 就是具体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当初那些吸引你的特质 现在就显得不那么诱人了呢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在我心里就想 如果我的老公受不到我的小红花 那么他可能就会想要去 在别的地方采集小红花了 所以我还是宁愿 我来干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 希望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想法 那作为我们这一周的 一周两更 还会有一个视频 是维多日记的环节 讲一讲 就是在我想的时候因为几乎是算一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就是我爸几乎不太怎么存在在我的世界里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事情也能转换角度 把它看成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不想再把自己陷到那个自怨自义的 觉得自己好可怜啊 没有爸爸的那种想法里面 我想换一个角度 怎么样把它看成是有利于我成长的事情 希望也会对同样经历的你有更多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种聊天形式 就是给一个话题 然后就听我聊一聊 我在各方面的想法 可能不会马上给你有一个 好今天我学到一二三十五六七八点 但是我想给你的是一种感觉 一种甚至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幸福 可以丈量的感觉 你就真的是在心里挖了一片小土 动了一棵小树 以后你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我正在寻找的幸福的模样 或者这个就是我想 以后在个人成长方面想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就达到了我想要达成的目标 如果这期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一定要让我知道 因为你的任何一个留言 其实你的肯定就好像是我刚说的 我对我的男人的肯定一样的 也是一个正向的喜欢 让我们有动力去做更好的内容 最后呢再来说一个免责声明好了 就是这一期的视频 性别反过来也是同样可以用的 就不是说好像男人就特别辛苦 女人就不辛苦 所以男人必须要照顾女人 想维多这样讲的 然后什么我不同意等等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都想要被呵护 因为大家在工作上面都很忙 压力都很大 所以回到家就是为了你爱的人 能做一点是一点 双方能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自然是最好的 然后我呢是通过我的视角 那说一说我和我男人沟通的一些方法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呢 这里那第一个呢就是bilibili的所有视频 第二个呢是在公众号 维多的好习惯 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壁纸 资源 来信 文章 是在b站里面没有办法体现的 都放在这儿 然后第三个渠道呢 是喜马拉雅 会把所有b站的视频 同步到那里 你就可以直接收听音频版 在你通勤的时候 或者在你睡觉之前 可以用那个避免视觉上面的轰站 OK 然后接下来呢 也会把所有的视频搬运到YouTube 然后我正在寻找志愿者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呢 是加入我们的维多之家微信群 现在呢我们已经加到了第八个群 可能有三四千个人了现在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会有全国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来聊个人成长 聊灵性啊 聊吸引力法则 聊疑 原生家庭 我有什么消息呢 也都是第一时间会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 去看大家的反馈 收集一些信息来出新的视频 或者出新的文章等等 那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呢 就请在b站的私信里面 回复我禁群这两个字 你就可以获得自动邀请了 那我和你们呢就在下一期的视频里面见 拜拜 宇宙爱我们所有的人 突然想到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电影 叫寻龙传说 里面有一个手势 当他们看到龙的时候 他们要把手放成一个圆形 然后举过头顶 像是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试着做一下 当你做这个的时候 你就整个人觉得无比的谦卑 就我就每次做这个 都会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 就是闭上眼睛 把它放在我的胸前 感觉是我的胸口 有很多的爱 流进这个圆圈里面 但是我的感激 我就一点一点一点往上移 然后当我移到我的头顶 大概是这个地方 就感觉我是把我的爱和感激 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 然后给宇宙 贡献 就是供奉 我的那种尊敬 我的敬畏 然后就会有一种 就是神奇的感觉 你们自己在家 可以试一试 就是觉得 我真的什么都不是 我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蝼蚁 然后我就是来完成宇宙的使命的 所以我做什么宇宙都会帮我的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你就觉得整个宇宙替你撑腰 所以你一定要试一试 OK 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吧 希望你看到了这里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呢 就请留一个小彩虹的图标 作为我们的暗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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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